A.I.T.的處長都出來講話 院長啊 蕭帝肉跟萊豬是兩款的 萊豬不只美國有啦 不用談到美國啦 說這個就太方便啦 對不對 來院長請教一下 你們的國際部務主任 請教一下 也出來講說 他吃了很多萊豬 質詢台上國民黨立委鎖定公投議題猛攻 但行政院長蘇貞昌 拿國民黨自己的黨中央幹部 來反擊 國民黨國際部副主任黃玉君 坦言反萊豬 影響台美經貿 就是不進口 從美國來的含有萊克多巴拉的豬肉 會不會影響台美之間的經貿談判 會不會 對 我認為某種程度上是會 你認為會 那我們還願意做某種程度上 代表說我們是一個誠實的 忠誠的反對黨去執行民意 彷彿吃了誠實豆沙包 一旁的主持人 和民進黨的口藝哥趙宜翔 看起來都嚇一跳 忠誠的反對黨就應該忠誠於國家 比國民黨開放萊紐 現在反萊豬毫無道理 如果不是針對美國 AIT的處長怎麼會出來講話 終於有人說出了大白話 那這個大白話呢 請接受我對他線上的一個敬意 我覺得這才是其實當國民黨 這個真小人會比偽君子好吧 而藍營內部有雜音恐怕不僅如此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官方IG 才發布現實動態寫下 四個同意就是民意 但隨後卻在臉書發文說明 至今尚未應允任何公開出席 公投活動之邀約 公投的主角不是政治人物 而是人民 畢竟連藍營自家幹部都坦言 將影響經貿談判 國民黨依然全黨總動員力推公投 難免被質疑是政治盤算 三十六流亭張慧琪 談不動